這位潮間帶延伸500公尺 它退潮的時候500公尺 它裡面的海產 還有一些貝殼類 龍蝦還有魚是蠻豐富的 以前食物缺乏的時候 部落婦女都是靠抓龍蝦來吃 因為經濟困難 沒有錢買菜只能在現地抓 還有魚都有龍蝦 魚 白毛 黑毛 還有刺尾雕 南珠湖今年來特別推動 部落漫遊行程 潮間帶探索體驗成為亮點 遊客在主人的帶領下 認識潮間帶的自然生態 我們到這個美麗的海灣潮間帶 然後我們有看到海膽 然後楊穗族 海鑫 月光螺 這邊的生態非常豐富 也認識了很多海草 有值得嗎 非常值得 非常棒 非常棒的一個行程 南珠湖買得供潮間帶 會隨著潮汐 漲潮時完全被淹沒 退潮時會出現一公頃以上的潮間帶 生態豐富 部落中藥獨特的艱難之眼 潮退海象良好時 總會看見有豬人尋找彎腰 採集海螺 海藻 貝類 或放一網捕魚 釣魚 潛水 我都不能 每個月我都會 現在年紀大了 都就是往這邊跑啊 要不然在家裡做什麼 隨便釣魚啦 做什麼都可以啊 這個潮間帶 部落視為天然的冰箱 過氣孕育出許多部落的文化 部落族人從小在這裡認識 海洋的生態文化 學會適應海洋的技能 推出旅遊行程 除了敵政部落觀光產業 也希望讓遊客到部落 不思索馬抗花 可以深度認識當地的文化 學會搭載幾ís 推出旅遊行程 車子負責 說隨便 車子負責 看東產邊 猜坐下 採摩波托 植 Pharaoh